时间来到早上8点23分 又到我们的气象时间 先透过微信图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那今天一样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整个中南部地区 今天其实都还是会持续下着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 不过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天气就不一样了 是多云到晴这样的好天气 也因此呢 其实今天整体的温度全台都可以来到34到37度左右的高温 尤其呢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都是上看到36度左右 我们就来看到高温资讯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呢 橙色灯号的就包含了花莲还有台东 那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吹着西南风上来的关系 所以呢花东地区是在被封测 那被封测很容易就会发生粉丰的现象 也因此今天花莲跟台东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这样子的高温 另外黄色灯号的部分呢 就包含了苗栗以北的所有线市 今天也都是有机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 所以要提醒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今天呢要记得防晒的工作要做好 另外就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再来看到的是定量涨水日报图来关系一下 今天的降雨范围 那可以看到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整个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持续下着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甚至山区的部分有可能下起局部大雨 另外就是中午过后的时候 山区的部分也都还是有机会下起午后雷震雨 看到晚上的时候降雨大致都趋缓下来了 但是呢台南高雄跟屏东 这个降雨恐怕还是会持续的下 也因此我们来看到大雨特报的部分呢 现在中央气象局是针对了台南高雄跟屏东发布了大雨特报 也就是这几天其实呢 南高屏地区降雨会来得比较明显一些 那也提醒南高屏地区的观众朋友出门的话 也要特别留意一些路况的资讯 再来看到天气走势图 关系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 那今天跟明天一样都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苗里以南的地区都是有机会下起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那尤其花东地区要特别注意 这几天都会有焚风的现象 再来到了礼拜三的时候 才是水气真正要开始多起来的时候 尤其呢是南部地区 就有机会下起一些局部的大雨 甚至是局部侯雨 所以这几天要提醒的就是中南部地区 这一整个礼拜基本上都是会下雨的 最后关键字我们要来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苗里以南是有局部短暂震雨 那中南部地区还有局部大雨是要特别留意 另外就是中午过后 山区的部分受到午后热对流 还是有机会下起午后雷震雨 以上就是这节气象资讯提供给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